朱立倫是想選2024的 不敢跟這個社會的主流 是相差太遠 江啟臣因為是現任黨主席 所以他也不可能講差太多的話嘛 張小舟沒有包袱啊 海闊天花愛講什麼講什麼 你認為張小舟可能選總統嗎 我認為不可能啊 當然最後是黨員決定 那國民黨的黨員的確 跟社會的結構是有差異的 那所以國民黨黨員呢 也必須要想說我選的這個人 社會能不能接受 不是只是國民黨 當然他是國民黨的主席 也只有國民黨黨員能夠選 那選出來以後社會到底認不認同 這也蠻重要的啦 那選舉嘛 反正各憑本事嘛 還有九天啊 那如果這個朱立倫 江啟臣 那他們覺得他們最適合 他們要講為什麼嘛 我覺得就大膽的講啊 沒有關係啊 現在不要怕什麼黨紀處分啊 現在沒有什麼黨紀處分 也沒有什麼移送啊 就大膽的講嘛 那當然 朱立倫跟江啟臣他是比較為難的 是因為朱立倫是想選2024的 雖然他嘴巴不講 雖然他沒有說 但是我想他是想選2024的 那否則他選這個黨主席做什麼 對不對 也不是沒當過 那他如果想選2024 他今天選國民黨主席 任何的言行都會被檢驗的 以後會被拿出來檢驗 所以他不敢 很多時候他不敢跟這個社會的主流 相差太遠 他一方面又要滿足黨員的這個要求 一方面要能夠這個 讓社會不會覺得有反感 那江啟臣因為是現任黨主席 所以他也不可能講太多的話嘛 因為你現在 那你為什麼現在不做呢 所以這兩個都有很多的 很重的包袱在身上 張啟臣沒有包袱啊 海闊天空愛講什麼就講什麼 你認為張啟臣可能選總統嗎 我認為不可能啊 他就是選黨主席嘛 因此我選黨主席 我就投黨員所好嘛 黨員喜歡聽我講什麼就好啦 我根本不要管社會怎麼看嘛 也不要管以後選其他的公子怎樣 所以他當然發揮空間比較大 其實現在情況就是這樣子 戰鬥籃沒有變內鬥籃 誰講戰鬥沒有變內鬥籃 你會覺得現在藍營的局勢 那些不是戰鬥籃啊 那些人是戰鬥籃嗎 這四個候選人也不是戰鬥籃啊 對不對 所以我昨天特別講 內鬥籃不是戰鬥籃 會搞內鬥的就不是戰鬥籃 戰鬥籃也絕對不是內鬥籃 不要把他搞混了 國民黨現在就算他們鬥來鬥去 那跟戰鬥籃無關啊 戰鬥籃將來是一股中流砥柱 所以我們還特別要安慰黨員 不要擔心 將來不管誰當選黨主席 戰鬥籃都是一個中流砥柱 會立抗民進黨 也會維持國民黨的團結跟安定 中天在18號會舉行這個辯論會跟政見發表會 這四位黨主席候選人 不知道董事長有什麼問題 最想問他們的一個問題可以跟我說一下嗎 最想問的問題當然 目前來講重要的問題是兩岸政策 到底 比如說昨天陸委會主委邱泰山說 兩岸現在有必要談也有可能談 我認為有必要當然有必要談 兩岸的這個往來這麼密切 貿易額這麼高當然有必要 但是有可能 那怎麼可能呢 以目前民進黨的情況怎麼可能呢 那如果這個他們四個當選國民黨主席 兩岸政策是什麼 能不能用大家聽得懂的話 來解釋給大家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黨主席選到今天這個地步 讓外面人覺得你是內鬥內行外鬥外行 那你當選黨主席以後 你怎麼米平黨裡面的紛爭 選舉過後怎麼樣增加黨內的團結 同時讓國民黨的主張 跟社會的主流意見是相符的 我覺得這是黨主席候選必須要答覆的